大家好,我是台湾微软的技术support工程师 我是主要是负责在A9 SQL DB support这一块 那我是Colins 今天就是想要借由这样的场合跟大家分享一个 微软的资料转移的服务 就是A9 DMS Data Migration Service 那以下是我今天会讲的一些概要 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会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时候返轨的过程 可能会有几个阶段 那这几个阶段可能在做哪些事情 大概跟大家简述一下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会用Q&A的方式 就是用一些问题跟一些简要的回答 带大家先进入A9 DMS的内容 然后让大家简单的去了解什么叫做A9 DMS 那接下来我也会已经预录了一些一段影片 那在demo这个阶段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说 A9 DMS的服务 它在可以做了哪些事情 那资料同步的部分 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那可能在这个阶段带大家用影片的方式 可以快速更熟悉 可以更有印象的去了解A9 DMS OK 那这一张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 Migration Process Overview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想带大家简单去了解一下 Migration的过程 那资料转移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有 一般来讲会有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Pre-Migration 就是所谓的前处理的部分 我可能会去我们可能在做转移之前 我们会先把资料去做一些整合 或者是说一些ETL的作业 或者是像是把它的一些资料格式 做一些Mapping或者是语法的一个修正 或者是相容性的一个评估 然后可能在之后去做转移这一块 可以更加的一个Smoose的去做一个 Migration的资料移转 那比较不会遇到问题 所以在前处理这阶段 也是很重要 需要去做一些资料的或格式 或者是形态的一些定义 或者是语法的一个确认 我们会在这一阶段去进行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在做Migration的部分 那A9DMS的话 也会在就是在这个阶段去进行的 那Migration来讲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来源端 也会有个目的端 那透过一个服务 就是像A9DMS 它透过这样的服务 它可以去做从来源端 透过服务 然后把它转移到目的端 做这样的一个资料转移 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想从 Unpremise SQL Server 我想把它转移到 A9 SQL这边来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A9 SQL DMS A9的DMS 它去做这样的一个资料转移 它就可以把资料给转移 转换过来 所以这个阶段它其实就是会做一个Migrate 就是像Source的Schema 或者是Data或物件 它会把它转移到一个Target端 那另外在接下来 它就会去做一些 就是Sync Data的部分 然后等你这些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Coreover 就是把资料真的都转移到Target这边 目的端这边来了 那应用程式端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切换 把它切到新的资料库 那它其实这样就算是在资料转移这一块 就算已经完成一大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做资料转移的过程 最后一步可能会做一些后面的处理 就是Post Vigration的部分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程式端的Change 就是刚刚提到说Cover完之后 我们可能会把它移动到 就是把它指定到新的资料库 那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测试 然后根据这个测试的结果去最佳化 做一些Tuning 就是把我们的整个资料移转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它从这些测试的过程 那它也会让整个就是资料库 或者应用程式达到一个最佳化 所以这会是一个loop 就是这样去做一些测试的进行 然后进而去最佳化你的整体的效能 那这就是Migration Process Overview 就是会有这三个部分 那接下来 有一些客户 通常我们会接到客户来询问说 我现在做资料转换 可是你们在提供 微软提供的服务还好几个 像是SSMA DMA 这几块跟DMA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是说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适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就简单的整理一个表格 就是让大家显而易懂的 去知道说这个服务是在做什么 那第一个来讲就是DMA的部分 它其实最大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提供一个侦测相容性问题 它会产生一个相容性报告 比如说我要从SQL Server 2008 可能转到SQL Server 2016 在这个版本差距比较多 或者是说它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怕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这时候DMA它就会产生一个相容性报告 针对你的一些语法 Stop procedure 去做一个侦测 然后可能会产生一份说 可能这些语法在原本的环境是OK的 那可能到这边的话 可能会建议你去做什么样的修改 或有一个相容性的报告 让你可以减低你们的在做资料遗传 上面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它也提供的就是 我们可以从 资料遗传的一个服务 它也是有这样的提供 它主要是遗传SQL Server的一个 资料库的一个服务 那再来SSMA的话 它其实就是提供了 一纸资料库的一个转移 比如说我要从DB2 我可能要转移到SQL Server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服务可以用 那SSMA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 它就是可以让你做一个 一纸资料库的一个转移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 DMS DMS 我可以说它其实 应该说它有综合了前两个 DMA跟SSMA 它的一个好处 以及功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个 一纸资料库的部分 DMS它其实提供了像 离线跟在线的一个资料遗转 那比如说以在线资料遗转 来讲好了 它可能提供了除了 Unpremise SQL到A9 SQL 这边来之外 它像也提供了RDS SQL 它也可以透过DMS的服务 然后转移到A9 SQL 这样的一个功能 当然后续它可能还会 有其他的一些 可能一纸资料库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不过目前都还在 开发进行当中 那 所以说像其他一纸资料库 比如像MySQL 它可以要转到A9 MySQL 它其实DMS也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然后Postgres也是有可以提供 透过DMS转到A9 Postgres上面的一个服务 所以第一个 它也是算是有做一些 一直资料库的一个转移 那再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相同性问题 它其实本身可能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是在 这是一个Optional的一个选项 就是我们在做 Service设定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 下面可能就是有一个步骤 会跟大家说 你们可以先用DMA 去做一些相同性的一个环境的侦测 所以像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它其实就是 在你们建服务专案的时候 这边就会说 你们可以用DMA 去评定你的 内部部署Core Server资料库 是不是有一些相同性问题 然后使用DMA 它会用它的修正 然后把资料结构 部署到你目标的 Ajo SQL DB上面 所以它其实 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它也是有让你提供这样的一个 就是选项 可以去做 先做完这件事情再做DMS 所以说它也算是 有把这个给加进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就会去做 它当然也提供了 SQL Server资料库的一个转移的部分 所以说 DMS它其实 在这两个部分 它算是都有 整合到 所以我们如果要 update到 比如说要转移到 Cloud上面的Ajo部分的话 其实DMS就是一个 比较建议的一个选项 那像是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 比较大型的 资料库 比如像它可能 EB Size有到400G 那可能透过DMS 这样的一个转换 其实是会比较建议的 它其实会提供比较 有效能 更及时的一个资料的一个转换 OK所以前面讲那么多 那什么是DMS DMS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 受控的一个服务 它提供了一个 就是线上移转 就是我刚刚前面有大概讲到 就是它可以线上移转 然后把停机的时间降到最低 那它也支援了unpremise 转移到Ajo SQL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说 线上移转 它其实是DMS提供的一个 蛮好的一个功能 那 当然你要用到线上移转 online的data migration这一块 那我们在选择服务的时候 就要先选择premium的等级 它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它就只能做离线的一次性的一个移转 这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就有DMS它提供了离线跟线上的一个转移 那这两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它这两个来讲就是这边看到就是离线 它可能就是提供了一次性的移转 online它就是持续同步的一个移转 所以它使用情境可能就不太一样 之后呢 你应用程式端再把它 连线自传再转到新的 资料库这边来 那如果我们可能比如说 我可能是目前我规划是 一个礼拜之后 我可能才会去做 这样的一个资料的移转 那可是我想要先把资料 慢慢的先把它移转到 online的database 就是目的端就是 新的database这边来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使用线上移 移转的这个部分 它会持续的去同步的这样的一个迁移 所以你要把 比如说我可能就是 停机时间 我好像把它做到降到最低 可能就是 我可能今天就 在一个礼拜之后 我规划就是一个礼拜之后 我要把它移转 然后可能就不希望影响到 停机时间太久 那其实线上移转就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等你都转完之后呢 它们在持续再移转 等你确定之后 你只要按下一个cover 它其实就会切断你的转移 那它资料的服务 你的application端 就可以把它转移到 新的资料库服务去使用 所以说你如果要使用 离线迁移的话 那你可能自己要判断说 这个停机时间 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有可能是 这其实是 底配按你的资料库的大小 它会 时间上会比较 不容易控制 所以可能要先评估 或者做一些测试 那如果你这个离线时间 可能太久了 你可能应用程式端 或者是一些没办法接受 那可能你们就要考虑 可以用线上移转的这样的服务 它可以把时间降到最低 所以这就是这两个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像离线它单次的转移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就是有提供的像 SQL Server到AgeoDB SQL Server叫MI SQL Server到Ageo SQL VM 或者是MongoDB到Ageo Cosmos DB 这几个都是有提供在 离线单次的一个移转 那它已经GA了 那其他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后续 有可能会再做一些资源 那目前都还是在 持续进行中 那再来的话 线上移转的话 它其实就是提供了 更多的一个 服务范围 比如说像刚刚前面提到的SQL Server 这边其实都线上移转都有 那它甚至像RDS SQL 它其实也还是 就可以去用线上移转 把它转移到Ageo SQL 那其他像是MongoDB MySQL 你要整合到Ageo MySQL 那你就可以 也可以这样用 或者Postgres SQL 也可以转移到Ageo Postgres 它其实都有提 线上移转就提供了 更大范围的一个服务 这样子 所以这个列表就是从线上文件 然后我把它节路下来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Ageo DMS 它其实就是 作为来源端 它可能支援的版本到哪些呢 就是以线上文件来讲 它其实就是支援到SQL Server 2005到2019 它其实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支援 那你可以去做资料的一个转换 那可能你们担心 会担心说 我在做DMS的时候 可能 它资料影响 就是可能转移太慢啊 或者是 有些效能的瓶颈 那如果你们有 这样的担心 或者是你们真的 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其实 就是会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设定服务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定价场面 它可能会有些Vcode的选择 那就会建议说 你们去把它Vcode这边 可以选比较多一点 2code或者4code 去提升它转移的速度 那假设你用Premium 可能Default它就是4code的一个处理 那再来的话就是 这转移的这段时间 你们也可以建议你们 就是在目的端 比如说我用A9C口 你们可以可能去调高它 目的端的一个服务层级 比如说 我现在用DTU 我选择目的端用DTU 那我它也提供了一个 Premium的一个层级 你可以用像P11或P15 这可能提供了更多的一个选项 所以说 你们可以就试自己的一个 实际运行状况 实际效能 上的一个考量 跟你们的 可能是一些成本上面的考量 去做这样的一个确认 那可能可以让你们 达到可以 最效能一个最佳化的一个 部分的一个建议 那以下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些 内容 我把它解录在这个参考文件 那你们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 包含像DMS服务的一些 主态设定之类要怎么做 它其实这边就都有 那你们可以再透过这些文件去做 进一步看到一个更 detail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讲 快速demo一下 我们现在在做就是DMS的部分 OK 这是我已经预线 已经设定好的一个 demo的一个服务 DMS的服务 然后我也建了一个 activity 一个专案 那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资料的移转 那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有一些 来源端 然后 然后 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目的端 然后这是A9C口 然后它可能现在开始在run 那 这边的话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我这边 它其实已经都已经做完了 它现在的migration的 detail 可能是ready to cover 那持续的时间 这边也会显示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就是我再点进来 它更详细的内容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现在在这个专案里面 我转移的这三个table 那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status是完成的 那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 一开始转换的时候 你们来源端的资料库 需要去做一个完整备份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full load 就是已经完成了 就是所以在第一次它可能会把 还原整备份去做一个还原 然后到末地端的这个 你们资料库这边来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我是选择线上持续移转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些差异性的新增或者是删除 这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代表说我可能现在在做一些 移转过程可能有一些 来源端可能有一些 资料的一个新增转换 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change 就是这两个的加总 这三个的加总就会在这个change看到 那就是 OK 那接下来我可能就是 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demo一个过程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 这部分它其实是我这边是 Ajo SQL 的一个查询 那我可能现在看到了 query它可能是在2324这两个 那接下来我想要去做一个差异性 比如说我现在去在来源端去新增了一笔资料 我在来源端新增了一笔资料 OK叫testify 那我这时候把它切放过来 就是我们如果去做一个检查 那就可以看到说 这边就会有一个testify 它其实很快就sync过来 所以它其实同步是很快的 线上移转 那接下来呢 假设我现在要去做一个 可能我要删除资料 我把原本category ID22的给删除 sorry 是23 我把23给删除 然后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现在的那个资料 这笔资料应该就会不见 所以可以看到23很快就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其实整体的 做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们再回来这边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total plus 就是有6刚字5 所以它可能这边就会有一个事件的一个记录 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那所以说等你一切这边都做完之后呢 之前有提到说有一个cover 就可以去把它做一个cover 然后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给转移到 就是新的DB去使用的 OK 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内容 那就是谢谢大家的时间 那未来如果针对像DMSM的服务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随时让我知道 也欢迎询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